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借月抒情 拖月研制 衍生出了无数关于月亮的诗歌与传说 嫦娥奔月便是其中最为著名的神话故事 它在过去两千多年间 不断激发了中国人对月亮的好奇与向往 可以说是中国飞天梦最浪漫的群世 中国的月球探测工程 也因此被命名为嫦娥工程 中秋节也是月饼节 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 已经流传了千百年 截至今年 驻匈阿里使馆和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 已在匈阿里成功举办了三届月饼制作坊 成为中秋文化交流的精品项目 三年来 中秋友人一起成功制作了 广式 苏式 冰皮 中秋融合等多种月饼 在美食记忆的切磋中 越来越多匈阿里人品尝到了中国大江南北的不同风味 感受到了传统中国与时尚中国的亲切魅力 亲手创造了两种文化交融碰撞的奇妙体验 一直以来 中兄两国人文交流活动合作广泛而深入 愿中兄各界友好人质携手一道 共同打造更多丰富多彩的高品质活动 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与合作 海上声明月 天涯共词时 中秋节的一轮圆月 代表着爱与团圆 承载着中兄两国人民共同的心愿 祝愿大家拥有圆满和谐的家庭 健康幸福的人生 以及和平美好的生活